那么来看一下这款车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吗 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嗨大家欢迎收看本期的主持人叫我是你们的脚师傅 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上汽大通Mexus V70 好眼前的这一款呢就是在前段时间上汽大通Mexus最新推出的一款轻客V70 我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外观呢四四方方啊 尤其是它的前脸 你可以看到这种设计呢很像是新农元的车型 但是呢它实质上啊是一台2.0T的柴油机 非常有中国元素的格栅 这种无边界的像素格栅是目前设计当中的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常见的元素啊 那再有它的大灯看到吗 细条的 然后呢点状的 主要是啊它看见了吗 全LED的只用了度过装置条将左右的大灯呢进行了一个串联 通过车身侧面张贴的拉花可以看见啊 这款车的风阻系数呢是0.3 这是它的卖点 中控屏呢12.3英寸 高配车型呢还有APP的远程遥控 L2加级的智能驾驶辅助以及空气悬架 主驾驶10项的座椅调节 这都是在高配车型里 9AT的变箱 电动的侧衣门就是那边的啊 EPB加HHC 而且你看到了车身长度啊 这款是标轴的短轴的 看到了吗 4998毫米 然后呢长轴的话就是到这里 5364毫米 那么它的车尾的辨识度也非常的高 你可以看到这里设计了吗 类似于一个门拱的这么一个造型啊 不过呢它能点亮的只有这里 这是呢一个镀铬装饰条 这里有高位刹车灯啊 是双开门 先开右侧这个 再开这里 它有固定线位的 一定要推抖 在这里你看到吗 固定线位器 关门的时候呢 先关左侧这个门 因为呢 它的车标logo在这里了 整个货箱非常的宽敞了 倾客车型嘛 这是它的最大的特点 备胎在这里 后桥呢是采用了整体桥 加上钢板弹簧的这么一个布局 毕竟呢这是一款拉货干粗活的车 对吧 好我们现在呢 进到前排司机啊 毕竟开这车的人呢 都是想自己创业的人 那么来看一下这款车 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吗 那这款车呢 离地间隙非常的高 你看见了楼梯那么台阶 驾驶的坐姿也是非常的高 那么可以看到呢 副驾驶 它的A柱这里是有一个拉手的 但是在主驾这块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放盘来借力了 卖脚 上楼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前排的空间 非常的nice 哇 这视野 有点开公交的感觉 这些仪表 这里是一个彩色的 小尺寸的液晶屏 这是首档 这款车呢 还有一个9AT 这是六档的手动变速箱 调整一下位置啊 座椅呢 是当然座椅就是一个手动座椅了 调整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呢 来挂档 感觉一下 整体的变速箱的挂档 还是比较顺滑的 这是六档 然后呢 非常经典的提环倒档 还有倒车影像呢 看到了吗 别看它是一款轻刻车型 但是它的车机 我个人觉得 做的已经相当的不错了啊 你可以看到 Apple CarPlay也有 然后呢 腾讯网卡 出行版 它也有 哇 这真的是啊 做的是相当的充分了 有两个健康 胎压尖刺啊 这是什么的 DPF再生 有点意思啊 我还有主题可以更换的 壁纸也可以更换啊 然后呢 下方这里 对吧 吸烟 延烟器 非常的OK 中驾驶手套箱 虽然没有绒布啊 没有液压啊 但是毕竟这款车 它的价格白在这里了 好 我们的静态体验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款车呢 能成为你的日后创业中的得力助手吗 请把你们的想法发在留言当中 OK 我是你们教师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